如果问你最近追的最上头的综艺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 半熟恋人 不得不说啊 企鹅对于恋宗还是有几分本事在身上的 其实很早之前 芒果台就做过不少素人恋爱综艺 比如恋梦空间 真心大冒险 但是都没有什么水花 谁能想到2018年一档心动的信号 打响了素人恋爱综艺的第一枪 此后每一年心动的信号都会如期跟大家见面 直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人在嗑奇闻CP的糖 把他们封为是素人恋爱综艺的天花板 果然在恋宗这条路上只有企鹅能打败企鹅 一浪半熟恋人把目光瞄准那些熟灵男女 让30家的他们聚到一起谈恋爱 事实证明 熟灵男女的恋爱更让人磕得上后 他们比起年轻时少了一些冲动 会更谨慎地处理彼此的关系 也懂得如何恰到好处地表达爱意 而不至于让对方尴尬 同样 他们对于爱始终是心怀期待 不妥协不屈服 只为找到自己心心相应的灵魂伴侣 一旦认定了一个人 就是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目前节目已经播出到了第六起 黄人和罗颖的感情持续升温 大哥大嫂是观众们对他们亲切的称呼 这两个人成功演绎了熟灵男女恋爱的模范范本 彼此有来有往 既有独宠的关心 也有体贴的尊重 会时而的表现好感 也会给到对方一个合适的空间 周南经历了前两次约会的失败 终于等来了男五号27岁的王宇成 尽管两个人有三岁的年龄差 但好在王宇成成熟体贴 给了周南足够的安全感 虽然人着急的在以罗拉为核心的这段五角关系 于悦和王能能都对罗拉有好感 而杨梦静的心仪对象又是王能能 同样作为最后来到的女嘉宾 先是对王王有好感 之后又转向了瞄准愉悦 在这次的天选约会里 面对杨梦静的追问 王能能已经明确表态 她对罗拉有心动的感觉 至此杨梦静应该是会正式的告别 另一段关系的 毕竟拿得起放得下 这是成年人应该有的坦然与洒脱 而罗拉作为这段关系的中心 看似拥有绝对的选择权 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实际上她一直犹豫不决 因为她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她担心这两位追求者 在得知这个秘密之后 也会像之前的某些人一样 转身离开 是的 罗拉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也有一个孩子 哪怕社会进步 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开明 但是在婚恋市场上 还是有很多人对于离国婚 有小孩的女性望而却步 正是因为这样罗拉心里 才会有顾虑 才会左右摇摆不定 其实从之前很多的小细节 都可以看出罗拉的不自信 仔细研究罗拉的感情线 可以明确的知道 她最开始有好感的人 是俞悦 所以她会在第一次 约会落单的时候去找她 也会在和俞悦一起晚餐时 露出害羞的表情 更是把杯子作为礼物 送给俞悦 而王能能只收到的是一瓶生发液 在这一天的天选约会 当王雨成问她 期待约会对象是谁的时候 她脱口而出的名字是俞悦 在某些程度上 罗拉和俞悦很像 他们都是很善良戏剧的人 常常在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默默做事 比如刚开始搬到小屋 罗拉总是一个默默做饭的人 而俞悦也是 总在大家吃完饭 happy的时候 默默善后洗碗 他们俩也常常会选择 忽略自己的情绪 去照顾大家的感受 比如最开始 大家刚认识的时候 罗拉总是大大咧咧 其实她本身的性格并不是如此 她只是觉得 这样会帮助大家更快熟悉 俞悦也不止一次的 在人多的场合 开玩笑吵氛围 但实际上 她们都有很安静的那一面 那也是她们最真实的样子 正是因为她们的相似 她们才会互相的理解 有些节目看下来 愉悦的行动并不多 但却能够精准地 打在了罗拉的心上 比如那句晚安 比如篮球运动之后的 那一包药 比如那一个 被一路带去野营的杯子 动作不大 但却总能够让罗拉 感到深深的感动与震撼 与此同时 她们也是一样的被动 一样的纠结 一样的不自信 眼看着王能能的攻势 越来越明显 于悦开始有些手足无措 她既羡慕又觉得王能能 无能为力 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再加上一个 主动是好的童谣 于悦明显动摇了 而罗拉也是一样的纠结 她对于悦最先有好感 以明白自己的感受到了王能能的关系 所以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在看朋友圈的当晚 选择了放弃 在她的心里 她是希望能够跟于悦一起约会的 可是她不够自信 不够主动 只想着把一切交给老天 这一点 于悦也是一样 她希望约会的对象是罗拉 在看到童谣的时候 掩饰不住的失望 但她却在前一晚看了童谣的朋友圈 因为担心罗拉的朋友圈不是写给自己 自己会伤心失望 这样反复纠结 举棋不定的两个人 逃不过错过的命运 更明说 他们的身边都各自有一个明确目标 敢爱敢恨的追求者 王能能和童谣是同一类型 主动积极有主见 看到自己喜欢的对象 会当机立断的出击 绝对不会给自己留遗憾 哪怕知道罗拉和愉悦约会后 感情升温 王能能还是没有放弃 反而更加强烈的开始进攻 从买礼物到摸头沙 也因此更是变成了罗拉的影子 罗拉走到哪 她就跟到哪 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跟罗拉互动的机会 童谣也是一样 无论是最开始 想和王能能一起买菜 还是之后主动争取和愉悦的约会 她都从来没有退缩过 总是直接进攻 不论是言语上的 还是行动上的 都能够感受到她的心意 不扭念 不退缩 不摸棱两可 这对于原本不自信彷徨的 她们来说 有很强的吸引力 所以罗拉会不自觉的 被王能能吸引 愉悦也会跟童谣慢慢靠近 其实早在罗拉 坦白自己有孩子之前 这两位男士 就已经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 罗拉的遗憾 不会影响王能能对她的喜欢 甚至还有让她心疼的感觉 想要好好的保护罗拉 而对于愉悦来说 这无疑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让她赶紧撤离 这次我断言 如果罗拉在半熟恋人里 牵手成功 那个人只能是王能能 因为只有王能能 才能给罗拉独一无二的偏爱 和足够的安全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结起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 scannedých stage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